哈喽,大家好!今天我来分享一道青草小白菜的食谱 来看看食材有什么 首先准备四粒蒜米,将它切成蒜米末 好了,过后放入一旁备用 准备红辣椒,将红辣椒切斑 过后呢,切成小小的厚片 好了,过后放入一旁备用 今天我准备了小白菜,大概四颗 三到四颗,将尾那边切掉 过后呢,拿去用盐水清洗干净它 好,现在我们就来开始倒入少许的油 油热后呢,将我们的蒜米末炒至爆香 记得用中火炒一炒 爆香后呢,才放入小白菜 倒入三汤匙的水 过后一直炒它,炒到它变成淡淡的青色 这样就可以了 现在我们就来调味料 一茶匙的糖 和两汤匙的生抽 就这么简单,很少的材料 锅呢,炒至它熟 大概两分钟左右就可以了 熟后呢,记得最后一个步骤 放入我们的红辣椒 炒一炒,炒均匀 大概一分钟左右就可以了 今天清炒小白菜就这么简单 而且呢,又很健康 所以要瘦身减肥呢,这一道菜是最佳选择啦 大家不妨试试做做看哟 如果喜欢我这个视频呢 记得帮我按一个like,一个share,一个subscribe哟 下一集再见哟 我们下期再见